好 到地上 這邊的 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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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看 大家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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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先稍等一下 開始 好 第一位 是石油花生 好 所以我們兩姐也想喝了一下 同工 好 剛剛接觸大家 好 剛剛我在上面聽大家 如今的聲音的時候 好 非常的小聲 所以我邀請弟兄姐姐再次來如今 好 我剛剛發現 我們在座的內術裡面 好多人都沒有贊助我們 建議 我不知道妳今天做到一次的 應該什麼 給我手持的 還可以 好 請 這樣 主席 主席 好 感謝主 今天的另外一個沒多 好的 主席 謝謝妳 愛妳們 好 我剛剛在下面聽 弟兄姐妹 如今的聲音的時候 非常的小聲 好 其實 我看過我們的弟兄姐妹 每次如今的時候 可以大聲的束縛 盛盡 我們這裡做了多少人 然後 大家羅西亞 做了三百多個人 如今的聲音 才幾十個人的聲音好 那我也邀請弟兄姐妹 請我們再次來讀七百四五十二節到十四十九 來聽到請您好 我們一起開市門來 七百四五十二節 我們一起開 唯獨在大城城的 才能吃乾糧 他們的心跳 其內的東大 就能分辨好歹了 好 感謝主 現在這個月的聲音出來 我們先再次來禱告 在我們很大的面前 主要 孩子要將 戴住了三百多個藝術姐妹 這些孩子自己 都照顧在你的手中 恩主 我們真是聲樂 你自己要大量的聲音 運行在我們祖母的裡面 主要將我們裡面的心跳 主要還能夠疏離了 主要還能夠透透 那我們今天 真是明白你自己的心理 主要明白你的氣力 在我們的聲音當中 放鬆了如何的來運行 主也更是 主要給我們的重能 劉璃科 穿榮雅的心 能夠接受我們 你在聖聖體面上 所發出來的每個挑戰 所以主 感謝你 真的是你把重能重能 給保守我們的重能的心 聖母保守一切 在這個時刻 如其要會勞告 各位主耶穌基督的名求 阿明 我今天主要分享的信心 是長大成熟 好 所以 問一下我們在座的 每一個律師姐妹 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長大人 長大了嗎 長大了嗎 長大了 第二個問題是你 真的長大了嗎 真的嗎 今天我們有沒有長大到一個律師 能夠承擔所有的責任 能夠承擔所有的重大的律師 所以可能我們很多人正在長大 但是成熟了嗎 還沒有是嗎 所以大家今天起來來看地牌 長大我真的在地牌嗎 還有 還有 最後一百人會長大了 殺到一百人會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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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是嗎 如果我告訴你們 初期要長大再一百人會到這裡來了 你的傷心呢 如果我初期要長大再一百人會來這裡了 他要扶著一次 他要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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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幹 一生怎樣了 現在我們的心理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相信 相信我剛剛說的那個前日的感覺上 很多人是不是覺得 這是真的吧 我們又要怎麼辦 很多時候我們都在想 很多時候我們都在想 如果有一天不長大 坐 坐到那邊找到了 還不想要東西 又要不要找到了 還要離開 那麼我們怎麼辦 為什麼會長大再一項 因為我覺得 我們還要長大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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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個地步 可以離開賽子的名牧者 不過今天 在我們當中 真正能夠承擔這個重大 承擔責任的是誰 聽得長大 所以我們當初很缺乏成熟的人 所以在這兩上面的時間裡面 我們將會拍很多次了 可以到另外選一位長老出來 來分擔這個長大的重大 分擔一下這個職任 但是這兩三年以來 我們很多的指示公民要投票 投來投去 你會發現 沒有一個人敢投出列票 為什麼 甚至是沒有一個人敢 有敢的贊成說 我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連我們這些 從一開始就在這當中 的同學 我們都敢說我今天長大成熟 我可以來做這個參考 我可以來替Pieter長老 來分擔這個職務 所以一瞬間被分擔幾個禮拜前 然後我坐在長老的身上 然後我看看很累 因為我說在那裡 好像很累今天 非常地長沙 那個時候皮膚都皺皺 我說Pieter長說 我們剛剛把年紀邊怎麼 皮膚都這麼皺 那他說我太累了 我說為什麼 他說健康的事故這邊 背後停止了 他說雖然他 他裡面都有平安 可是 他說還是有什麼 他是 還是會有一些大衣 他說雖然知道 上一批開路 但是那個壓力在那邊 沒有辦法繼續進行下去 躺在那邊 他覺得很累 很有壓力 第二個 沃斯科的事故 因為我們想要說 今天我們馬上就要 來開展沃斯科的事故 那同工方面要怎麼安排 如果那邊開始 咱哪一個月知道 要有上週的時間 都在那一天 所以家庭怎麼辦 這一邊的 弟兄姊妹 我們需要有很多的同工過去幫忙 那這個同工之間的配搭也怎麼辦 所以他在想這些問題 多少的同工願意起來 我們另外走出去 來互相配搭 但不僅如此 18到那邊 團系開始 我們要有什麼 我們只想要有一個聚會的場地 因為現在我們團系的那個地方 太少了已經不夠我們使用了 所以這許許多多的事情 都加加在一起的時候 所以他的一個心理下方 我相信他的心理下方是什麼 今天有個學員 可以一起來 跟我們他一起來承擔 這樣的一個承擔 所以當時我聽他們分享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強烈的一個系列 就是說 下一個人趕緊他會承擔成熟 所以我很想要承擔成熟 所以我很想要承擔成熟 所以我很想想今天 我們能夠承擔成熟到一個地圖 我們能夠踢他去分擔 好 但是事實是什麼 我很清楚我這個人 事實是 我知道 我在分架會大概 這八點的時間 在這八點的時間 從我 收起開始 我就開始服飾 因為當我開始服飾的時候 會有時候很年輕 到現在 雖然不是那麼年輕 但是對於許多弟兄姐妹來說 今天這樣子的一個年齡 可能對於說 要做一個領導人 非常的難 因為經驗不足 而且在這八點的服飾生涯當中 我們的同工 對我非常的好 好 這個教會是 對我們強道人非常好的一個教會 我在這個教會 受期在這個教會 慢慢的成長 雖然現在還沒有成熟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 也一定是因為什麼 因為我的 我們的同工太包容我了 我們的同工很善待我 會非常的好 我覺得他好像把我 當作為一個什麼小孩子一樣的話 一直嘗試要保護我 那也很感恩 因為張牌全國師 曾經在我們當中多次 教導我們的同工們 要上來傳導人 結果我們一直記住 這句話的時候 卻忘記了 今天傳導人需要有經驗 今天傳導人需要被操練 所以我很感恩 同工們對我呢 這樣子的一種保護 但是 當那一天我聽到長大分享的時候 我心裡面有一個很深的感恩 我說 神經病 即使今天 如果你要帶一個很大的困難 引到我 才能夠使我的生命成長的話 所以我願意 好 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時刻 我很希望說自己能夠 馬上去長大成熟 所以 那我也看到說 今天我們西羅雅 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西羅雅面臨到一個非常大的困難 那麼我們西羅雅面臨到的困難是什麼 就是信主容易 長大成熟難 今天我們教會的人 信主非常的容易 可是成長非常的困難 那麼 今天信主容易 成長非常的困難 原因在於哪裡 所以今天我盼望 我們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能夠一起的 來探究一下 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 為什麼我們 很多人也很愛主 可是我們成長 有這麼的難 特別是成熟有這麼的難 所以今天我們不僅要來 在這邊來 深究一下 我們成長難的原因 我們還說 我們弟兄姐妹 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成長難的後果是什麼 以及這樣 我們到底有怎樣子 參與過 使我們的生命 長大成熟 所以我盼望今天 不僅僅是我能夠來 願意有這樣的心 主要我們願意 在你的手中 被操練 能夠長大成熟 我也盼望我們的弟兄姐妹 也有這樣子的一個心智 說主要會願意 來成大成熟 成為這個教會的一份子 真的成為這個教會 的一個輔助者 那我不單單只是坐在這裡 等待別人來餵養我 那我也可以起來 去餵養別人 去幫助別人 所以這是今天 我要分享這件 氣息的一個目的 那我剛剛問大家 你長大了嗎 很多人說我長大了 那我問的第二項問題是 你真的長大了嗎 好我今天問的 並不是今天 我們的這個年齡 我們這個肉體的 身量到底是不是長大了 好大家一言萬夫 去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把大的時候 我們都是一個成年人的亞視了 是在外表上我們長大了 可是大家也會發現 並不是每一個外表長大的人 他的心理年齡都是成熟的 他的心智都是成熟的 那麼今天我要講的 並不是心理年齡跟心智上的成熟 我今天講的是屬靈生命的 所以聖經裡面告訴我們 當我們受洗的那個開始 我們成了什麼 神的兒語 而那個時候我們是成年人 還是一個屬靈裡面的陰台呢 是屬靈裡面的陰台 所以今天希伯來書 普章十二節說我們有什麼 我們是想吃奶的 所以今天當我們受洗的那個時 我們並不是馬上去長大成能 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我們是一個屬靈的陰台 那麼今天世界上的這些陰台 自然出生的這些陰台 需要給他餵奶 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給他腐蝕 最後的時候要給他餵乾娘 他想要健健健康的成長 對嗎 那麼今天我們這些基督徒的生命 也是一樣 如果今天這個基督徒的生命 不成長的話 大家想想看 如果你的孩子十歲了 他仍然不成長 他仍然要拿著奶瓶喝奶 什麼情況 你的孩子健康呢 你的孩子不健康 我相信你會用一切的手段 來幫助你的孩子去成長 對吧 那麼今天同樣的 今天這個也是教會的工作 當這個教會裡面的弟兄姊妹不成長 都是他一個個都需要 我們這些朋友拿著奶瓶 塞到你嘴巴裡面 逼著你喝奶的時候 弟兄姊妹們 這個教會是一個不健康的教會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看 今天基督徒長大成熟 我們先來看一下 基督徒長大成熟 有什麼樣的表現 或者說他有什麼樣的標誌 所以我昨天講過 當一個基督徒長大成熟的時候 我們想到成熟這個詞 首先想到水果 成熟的水果是什麼樣子的 滋味是什麼樣子的 很甜 對嗎 所以不成熟的水果是很酸的 所以今天作為一個基督徒 成熟的基督徒 我們應該是甜的 不是酸的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的言行橘子 好 接觸我們的人 當他接觸我們的時候 他感覺的是甜意 他是覺得 哇你這個人好酸好澀 跟你接觸真是難受的不得了 所以 首先甜從我們的嘴唇開始 很多的時候 我們常常有人說 我是包子嘴豆腐心 我是一個性質的人 所以你們好應該接纳我 這樣子的人 對不起 我不是太能夠接受 這樣子的說法 好 曾經有個護士分享 他說他們將會有個很單純的一個姐妹 所以剛剛有一天那個姐妹上台分享 他說我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也是一個很口直的人 但是我是一個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所以我今天講了很多的話 都是為了你們好的緣故 好 那他分享完的時候 護士上來說 他說是姐妹你是刀子嘴豆腐心 可是你的刀子嘴已經傷害了一整天的人 他說所有的人都因為你受傷害了 你刀子嘴豆腐心有什麼用呢 所以當我們是刀子嘴豆腐心的時候 就像一把機關槍一樣 把所有人都給射殺了 對嗎 所以醫生姐妹們 你說我們是很單純 我們是很正直 我們理念是很好 為一個人好的心 可是我們這個刀子嘴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甜蜜的語言呢 可不可以變成一種溫柔的語言呢 所以很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家會當中 好姐妹 真的是很多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 但是我盼望我們的言語 能夠是什麼 便利的 那也包括我們 許多的時候 我們跟人交流的時候 今天我們說出來的話 我是要去指證你沒有錯 但是這個指證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是用溫柔的方式呢 聖經裡面都告訴我們 我們的言語要用言調和 對嗎 聖經裡面都還說 今天我們要用溫柔的心 把這個離棄的人 或者說把這個軟墮的人 給他回回來 要用溫柔的心 所以我在這裡 也特別對 跟我很熟的一些 弟兄同工們 真的是要道歉 因為我發現 我常常對我們的弟兄同工們 常常是非常非常的犀利 常常去刺激他們 因為太熟了 好 熟不能刺激姐妹 所以我只能刺激弟兄 那時候我的嘴是 不說我的大腦困著的 因為很快就出去了 所以 有一些跟我接觸久的弟兄 如果你們曾經受過傷害的話 請你們原諒我 所以 在這裡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教會段中 我們每一個人 能夠成為一個成熟的人 首先從我們的言語開始 我們今天是不是很甜 如果你不甜的話 我告訴你 你今天說出來的每句話 雖然你沒有任何的惡意 可是你說出來的每句話 讓人覺得難受 真的讓人覺得難受 所以這是第一點 你成熟了嗎 你長大了嗎 所以不要再說 你刀子嘴動不輕 不要再說 你是一個口直心快的人 第二個 我們成熟想到這個麥子 所以我昨天說過 荣村長大的人 應該都看到麥子 對嗎 當麥子還是輕輕的時候 長出子力 但是他還是輕耐於成熟的時候 是品質的還是下垂的 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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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為什麼 因為他還沒有成熟 所以他品質的 非常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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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麥子成熟了之後 他是品質的還是下垂的 下垂的 經燦燦的時候 果子已經成熟了 非常地質 他就下垂了 所以今天成熟的第二個標誌是 我們是頭還能高高的 甚至直直的 還是我們常常願意 換下我們的腰白 醫生的妹們 講到的是謙卑 所以今天一個謙卑的人 是一個成熟的人 他願意去包容 他願意去接納 去謙恕所有傷害他的人 或者是每一個跟他觀點 不一樣的人 他願意跟這種寬緩的心態去 好恕別人的過法 而不會去斤斤計較 今天這個人又說了什麼 反而追我 然後今天那個人又怎麼樣子來論斷我呢 所以 這是不成熟的一個表現 所以還有特別是想到 上週劉少林老師講過 他說不要去論斷的 因為今天會去論斷的 人的人 我們裡面都有自己的一個什麼 小驕傲 因為我們有自己的小驕傲 所以我們常常會去論斷別人 所以今天我們作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圖 所以首先我們要看 今天你是否像賣籍 成熟的賣籍是下去的 我們常常有個人覺得 今天這個人講的話我聽不進去 那個人講的話我聽不進去 為什麼 因為你的小驕傲 你覺得他沒有你好 你覺得他所講的話我不能接受 因為他沒有我好 因為他沒有我成熟 因為他沒有我有智慧 所以你聽不進去別人的話 所以弟兄姐妹們 這是今天我們每一個人 要去正視的一個問題 我們裡面有沒有驕傲 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的 所以有的時候 有的人講的話 就是有的時候像我 有的時候在下面聽講到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 男女會去 這個講員講的怎麼樣 這個講員講的話 是不是符合這個 或者是什麼 所以有的時候男女會 會有一點小潤話 然後來我真的是想說 不應該這樣子 因為每一個 正在講台上的人 但他在這邊分享的時候 他所講的話是什麼 什麼話 如果他今天講的是真理 即使他今天講的話 很多是你聽不懂的 可是只要他有什麼話 今天我們應該去明白 他今天講這段 今天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我去宇宙裡面的真理 我今天做到了沒有 所以弟兄姐妹們 謙卑是基督徒 是否成熟的第二個標誌 那麼第三個標誌是穩妥 穩妥 所以我昨天講 我是一個比較一機一炸的人 所以有的時候 大家看我好像挺成熟的 其實不 我猜猜的時候 有一些小事情發生 我整個人爆炸起來 所以有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自己不夠穩妥 但是我相信一個成熟的人 他絕對是一個什麼 穩妥的人 即使很大的事情發生在他們面前 他都會怎麼樣 像太上一大穩定在那裡 那種 但是我就很難做到 所以我覺得成熟的人 一定是一個穩妥的人 因為這樣子的人 能夠把震得住慘的 所以就像耶穌基督一樣 但耶穌基督在聖經裡面 一次兩次三次的跟許多的人說什麼 他說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一次兩次三次 當這些人刺激他 說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你就去做吧 但是他說什麼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他沒有因為別人的刺激 別人的挑釁 他就馬上吸一個神經 馬上做一件事情 讓你看到說我就是神的兒子 他沒有 因為他非常的溫妥 他知道 什麼時候該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所以是一個溫妥的生命 耶穌基督的生命 第三個是什麼 這樣子的成熟的基督徒 會有非常敏略的判斷力 變變人力 非常敏略的變變人力 為什麼呢 因為在725章十詩節說 唯獨展大成人的 才能吃乾娘 他們的心跳 習練的頭大 就能分辨好大 所以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他能夠分辨好大 這分辨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什麼是美善的 什麼是喜悅的 什麼是惡的 善地所不喜悅的 不會像我們今天許多人都會說 哎呀我今天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而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件事情 如果今天我們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我們不會問這樣子簡單的問題 所以就有一些很多弟兄姐妹 覺得我同居沒有什麼 他覺得我今天做那些聖經裡面 說的不可做的事情 沒有什麼 弟兄姐妹們 所以今天聖經說什麼 我們應該怎樣做 這是我們常說 聖經是基督徒最高的行為準則是嗎 可是今天多少的人 陌生聖經裡面所教導的 覺得今天這個世代就是這樣子的 那應該可以做 對不起 聖經裡面說 上帝說不可做的 他就是不可做 特別是許多人在上庭的事情上 上帝說不可做假簽證 可是我們之前有一個人跟我講 他說上帝是有憐憫的神 上帝是憐憫的神 所以我實在沒有辦法 我今天只能做一個假見證 上帝要憐憫我 他會恩待我 聖免我 對不起 我們的神是故意的神 所以他不因為憐憫人 對於無故 今天你做了這樣子 假的事情 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樂 你能拿去做的時候 他能拿去聖免你 聖經裡面說 故意犯罪的 罪子是不得聖免的 所以我們不要覺得說 今天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所以要分辨好歹 做一個承受的基督徒 是分辨好歹的 所以弟兄姐妹們 我今天只講的四個標準 如果今天我們不是一個甜蜜的人 我們不是一個謙卑的人 我們不是一個穩妥的人 也不是一個能夠分離好歹善惡的人 那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都還沒有長大成熟 我們都還沒有長大成熟 所以 有一個人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 成熟亮意的人生 這個人叫做坦克基夫人 他裡面有一句話說 不要越來越好 要越來越成熟 無論是我們這個人的外擾野餅 我們會越來越老 會越來越大 但是你越長 你年齡越來越增加的時候 不代表你越來越成熟 同樣的 包括這個基督徒的 裡面那個屬靈生命 有的人信徒一年兩年三年了 你是信徒時期越來越長的 越來越老油條了 可是你不一定是越來越什麼 越成熟了 所以今天我看到的普遍是什麼 很多老基督徒不是 越來越老油條了 但是並不是長大成熟了 希望我們每一個老油條的基督徒 好好反省一下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看過今天來看一下 今天我們看到說這個教會 很多人信徒 可是今天信徒非常好 信徒容易 可是成長非常困難的 一個引導人在哪裡 所以第一個原因 我相信說 因為這個教會缺乏什麼 缺乏牧人 是我們教會有傳導人 有長導 有一些主張 可是夠嗎 不夠 而且你就發現說 我們今天也缺少一個非常 能夠怎麼樣 裝備門徒的一個好的一個牧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許多的人 都好像半路出來的一個人 不是從小時候 就收到這樣幾個裝備的 而這個教會 我們參加一下 聘請一個好的牧師進來 好 但是 弟兄姐妹你知道 為什麼我們教會 十年了還不能夠請到一個牧師嗎 大家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們什麼原因 第一個 第一個 跟我們同樣背景的好牧者 很少 第二個 能夠接納我們這個背景的好牧者 很少 我不是說這些牧者不愛福州人 我相信這些牧者愛我們福州人 但是他不能接受的是什麼 不能夠接受這個教會 能夠給弟兄姐妹看正體性的一個 所以弟兄姐妹我說的是 今天很多的教會 一聽到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我們給這些上帝的人看正體性 他們不能夠接納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教會 這許多的教會不能接納 為什麼我們教會還要這麼做呢 因為我們這個教會 從皮特長導開 是我們許多的同工 我們經歷過同樣的事情是嗎 因為我們有同樣的背景是嗎 所以我們禮拜 作為今天我們在座的每一個弟兄姐妹 我們的需要到底是什麼 如果今天教會 不給弟兄姐妹開這樣子的一條道路 弟兄姐妹呢 今天沒有人會願意做在這個教會當中 所以這個教會 願意給弟兄姐妹開正體性 但是我們的目的 不是為了給弟兄姐妹開正體性而已 我們的目的是POWER 我們的弟兄姐妹 依著我們來到這個教會當中 得以認識神 得以接受神 得以生命能夠被改變 那我剛才說過的 這是我們教會 一直以來的一個宗旨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接納我們呢 並不是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很多其他外面的教會 你去看一看 就發現很多人 不接納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所以弟兄姐妹們 今天教會成長男的緣故 跟沒有高好目者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但是不是絕對根本的原因 並不是 我相信說絕對根本的原因 是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為什麼 因為你看看我們家會有這麼多的人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不成長呢 並不是 每一個追求每一個可惡的人都在成長 但是許多的人還是不成長 是因為神 他沒有可惡的心 所以弟兄姐妹們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不能成長的原因在哪裡 我要講的是 第一個是講到心靈上 第一個是講到心靈上的 所以我們許多的人信主 世界上許多的人信主 是因為苦難得到解決 好 灰難 在當中得到上帝的幫助 所以他怎麼 學了要信主 上帝真好 上帝幫助我 解決了這些苦難 而我們在灰難中 許多的人信主的原因是為什麼 就像雅各亞 如果你保佑我 拼拼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 我就稱你為我的神 我們許多的弟兄姐妹妹是 如果你保佑我 能夠順順地地拿到綠卡 我就稱你為我的神 弟兄姐妹妹 在心靈上 我們是這樣子的 但是今天我們需要信耶穌 是因為這個緣故嗎 是因為我又不斷得到解決 是因為今天我的綠卡拿到了 所以我要信耶穌嗎 不是 如果今天我們任何一個人 是因為這個信耶穌的話 你的心是錯誤的 所以今天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到底為什麼 需要耶穌 弟兄姐妹們 為什麼需要耶穌 為什麼今天 聖經今天說 你們需要來信耶穌 耶穌說 我來 並不是來招藝人 但是來招什麼 罪人回改 耶穌說 看見的人不需要醫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 所以今天許多的人 信耶穌了 可是就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 很多人信耶穌的時候 就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有病的人 有病的人是有罪的人 很多人信耶穌覺得 哎呀我只是因為好 事情做得很順利 我覺得信主挺好 有平安 所以他信了 那我告訴你 這個心理上的問題非常嚴重 如果我信的耶穌 是因為這些外在處境 被得到解決的因素 或者是因為我自己 類似的情緒的因素 我信的耶穌的話 那麼這個信是有問題的 因為耶穌基督告訴我們 今天福音的 到底什麼是真正的福音 真正的福音是什麼 因為我有罪 因為你有罪 所以我們需要耶穌 所以我們當中很多人 是不是好人 很好的人 那麼好人就沒有罪嗎 我告訴你 好人也有罪 所以聖經裡面有一個人 叫做少年的財主 他是一個少年官 那他也很有錢 非常有錢 這個人好不好 我相信我們在處的 任何一個人都沒有他好 為什麼 因為他來找耶穌的時候 他問耶穌說 他說良善的福祉 我要做什麼來承受永生呢 耶穌說 耶穌把時間告訴他 他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 耶穌看著他就愛他 這一切都遵守的人 請問你們遵守了時間嗎 沒有是嗎 所以你們有一個人 敢承認你自己比他好嗎 所以他十年都遵守的人 他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 所以耶穌看著他很愛他 耶穌說你遵守了 耶穌沒有這麼說 耶穌說什麼 他說你還要再做一件事 就是遍耐你一切所有的來跟從我 遍耐你一切所有的終極求能來跟從我 所以我昨天有問 如果今天耶穌告訴我們 遍耐你一切所有的來跟從耶穌 你願意嗎 這個教會可能沒有一個人會坐在這裡 我告訴你 好 耶穌說你遍耐你一切所有的來跟從我 所以有人說其他人願意 是因為其他人願意 特別是我們當中有白有車的人 你願意遍耐一切所有的來跟從耶穌嗎 所以耶穌是要故意表達這個少年光嗎 並不是的 你看耶穌看著他就愛他 耶穌愛他的緣故 讓他認識到什麼 你今天是一個好人沒有錯 可是好人是不是就代表他得永生 不一定 耶穌說你是一個好人 可是你達到了意義的程度了嗎 並沒有 這個好人他是不是一個純全的好人 他是不是一個良善的人呢 並不是一個真正百分之百良善的人 因為他不能夠 別買一切所有的來跟從耶穌 好的這裡 耶穌到底要點出一個什麼 什麼事情 耶穌要告訴我們 人不能靠自己的好行為得永生 人不能靠著行律法得永生 今天人無有靠著什麼 信耶穌得永生 因為人總有一些事情是我們做不到的 所以弟兄姐妹們 耶穌說 再人是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靠著人 你今天無論你有多麼好 你都不能夠得永生 你都不能夠上天台 今天無有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所以再神凡事都能 他只給我們這些罪人一條道路 就是什麼 就是信 所以心信誠意 所以弟兄姐妹們 在心裡上 你曾經是否 因為在威賴他中信主的 還是你因為得到慾卡 還是因為你真的是 好 真的是在這個 來到這個過程當中 你感覺到溫暖 你感覺到有平安 是你信耶穌的 如果是這樣子 你的信仰有問題 你的信仰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原因 我們因為只是覺得 信耶穌挺好的 可是卻沒有完全的轉向神 卻沒有百分之百的 看到我自己是一個罪人 我需要有耶穌的代數跟代數 我才能夠成為一個藝人 我才能夠得永生的話 那麼我告訴你 你的信仰出了問題 所以弟兄姐妹們 這是第一個 好 所以第二個 在心智上 在心智上 所以很多的人認為信主就好了 不需要過多的追求 這是許多人認為的 我覺得我信主就好了 追求的是什麼 傳導人的事情 這些則是很多的事情 我們這些人不需要過多的追求 其實這是什麼 非常錯誤的 在聖地裡面 遺孤所述第四章 11年到13節 告訴我們 說上帝所賜的有什麼 有使徒有先知 有傳福音樂 有護士的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 各盡其知 建立基督的生命 直到我們就能在正道上 同歸於一 好 那這個基督的聖誕漸漸殘成 所以上帝呼召我們這些人 拯救我們的目的 不單單只是讓我們信主得救而已 上帝的目的是要造成建立什麼 基督的身體 那麼基督的身體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教會 如果這個基督的身體 沒有被建立起來的話 好 那麼這個教會就不是一個什麼 上帝眼中所看為 好 正確的一個美的一個教會 那麼這個教會就成為一個 不健康的教會 所以很多人覺得 我信主教不追求 如果你不追求的話 我們怎樣才能夠成全聖徒 好 來樂盡其知 建立基督的身體呢 所以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不是信主得救救 好 我們需要有什麼 有追求 但我剛剛說過了 今天最大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許多人的 不追求 我們不願意去追求 我們覺得 哎呀追求 好 如今好麻煩 好今天祷告也好麻煩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我心裡面有言書就夠了嗎 不夠 今天作為一個基督徒 如果我們不追求的話 彼得 好這個說什麼 他說我們要下一個 財神的一個 一孩也不可慕淋奶 對不對 那我們那真的問題是 我們許多的弟兄姐妹 也淋奶都不可慕 好 一孩出生的時候 他肚子餓了 還會懂得要乃哥 你不給他乃哥 他會哭對不對 你還要一直哭 你不給他乃哥 他會一直哭下去 可是我們的基督徒呢 我們的弟兄姐妹呢 我只知道我今天受洗了 我拿到真的受洗之後 我就好了 那麼弟兄姐妹們 我們連那些財神的一孩都不如 因為他也懂得哭著要白喝 而我們這些人呢 是什麼 我們的固責 我們的固責 我們要直接一直打這個藍瓶 塞到你嘴巴裡面 我們才願意喝的 多麼可悲的一個教會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不成熟 非常不健康的一個教會 坦白說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為著每一個願意 在這個神的話 的神裝備自己 很有可慕的心 我覺得很感恩 好 因為這樣的事情是非常難得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當你這個人不可慕 你一次拉他 你二次拉他 你一直拉著他 要逼著他的時候 他真的能夠 好 真的能夠變成一個可惡的人嗎 不一定 如果在我們自己的心態上 我們現在沒有那個 願意尋求的心 有多少的人來哪裡 有多少的人在後面推 我告訴你 都很難前進 那麼請問 那你的這個人 他累不累 推你的這個人累不累 這個教會 如果有三千多個貴族 服侍的人不超過五十個 這五十個人 怎麼推的這三千個人 往前面進行 弟兄姐妹們 五十個人 為什麼不能是三千個人 推著五十個人來前行呢 所以弟兄姐妹們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教會 因為我們的弟兄姐妹 不可不理耐 我們的弟兄姐妹 不願意去追求 所以這個教會 是一個什麼 比一個一台還不如的一個教會 很坦白說是這樣子的 所以第三個我們的閱兵是什麼 我們不成長的閱兵 在我們的服侍態度上 在我們的服侍態度上 所以很多的人以為 我今天信主了之後 我參加教會的聚會 有的人好一點還參加查經班 還有的人再好一點 參加主律學跟團慶 是非常好人生啊 但是弟兄姐妹們 如果我信主一年兩年三年 我信主十年了 我今天還是停留在被動能領受什麼 別人的教導的 別人的慰養 這樣子的一個慰餞傷的話 那麼對不起 還是非常有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應該要下 特別是信主久人的人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什麼 成長的過程 一開始你信主一年兩年 別人來慰養 你很正常 但是當你慢慢長大的時候 一開始要不要長大青少年的程度 一開始要不要長大 要長大成年人的程度 要對嗎 但是一開始不到的成長的過程當中 他會不會越來越能夠 承擔一些責任 是對不對 有一些的時候 他把長大父母 給他一些家務來做 再長大一點 他要承擔自己 將來未來的一個生命的抉擇 對嗎 所有的事情他要自己去做 可是 如果今天我們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只像一個弟孩一樣 信主一年兩年三年 五年了十年了 我還仍然坐在板子上 等著別人來慰養我 弟兄姐妹們 這是一個什麼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基督徒 這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基督徒 好 你信主十年了 你還從來沒有參加過服事 你還一直坐在板子上 等著別人來慰養你 等著別人來慰養你 是不是很有問題 非常有問題 所以保羅說過一句話 保羅說 我做孩子的時候 化理下孩子 心思下孩子 意念下孩子 既成的人 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 所以如果我們當初覺得自己 開始在長大成人的人 我們是否把孩子的事就丟棄了 還是說今天我們還是能拿 坐在板子上 我們能拿 坐在做那個 那個需要被人服侍 需要被人服侍 需要被人服侍的那個小孩子 所以弟兄姐妹們 今天我們參與教會的服侍 參與教會的生活 常常的時候很多人是被推出來的 我是看過我們的弟兄姐妹 能夠從被動的一個情況 轉化成什麼 一個主動積極的一個情況 好 這是一個人 他長大成熟的一個標誌 小孩子的時候 你會一直逼著他去做事情 因為你要教導他去做事情 可是當這個孩子長大的時候 他應該主動積極的出來 如果願意替我的父母 來承擔一些責任 就像我們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們一樣 當我們在中國的時候 可能很多特別是我們90後的弟兄姐妹 你在中國的時候 就想一個什麼 溫室裡面的花朵 在父母的保護之下 對嗎 可是當你今天遠度出面 你偷渡到美國之後 甚至總之有大部分的事情 都要你自己去做 當然有小部分的人 因為你有親戚很好的親戚在外面 但是大部分的人 我們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們被活成熟 對嗎 是不是 所以就像我自己當初一樣 我17歲偷渡到美國 那在17歲之前 我從來沒有上過班 從來沒有離開過學校在我們自己的家 17歲當我來到美國之後 需要讓我在我無辜的店裡面上班 但是我那個時候 我真的是意識到 這個家的責任現在在誰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 因為我是我們家第一個存活的 所以從事上家裡所有的事情 他們所需要用的所有的金錢 都需要有望來解決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我並不會要成熟起來 因為如果我不成熟 我覺得我的家裡的被人看不起了 所有的人都會覺得 哎呀這個人根本是這樣子的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要並不會成熟 所以弟兄姐妹們 當我們成為一個基地圖 信徒一年兩年 你做一個一台沒有問題 三年四年五年 你冷冷坐在板凳上 下一個一台被人服侍 那麼你是一個什麼 我都不好意思說那個字好了 有一個名作家叫曬珍珠 他有一次去一個那個 弱智的 就是一直收留一個 弱智的小孩子的這樣子的一個 瘦爐中心去看 學到他隨時往每個房間的時候 他就問那個工作人員 他說這些小孩子 為什麼要一直坐在那邊 他們在等待什麼嗎 結果那個工作人員就說 他們沒有在等待什麼 他們習慣性的坐在哪裡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弱智的孩子 他們不知道自己要去做什麼 他們沒有關係 但是弟兄姐妹們 我們相信我們在座的弟兄姐妹 不是弱智的 我們今天是什麼 上帝給了我們有智慧 上帝今天讓我們能夠很健康的存在 上帝有沒有為我們預備了環境 很好的環境 所以你看到我們這樣會有許多的什麼 有各式各樣的團契 有各式各樣的查 有查經班 有儲率學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開一個 門徒訓練超速 所以教會預備了很多的東西 幫助我們的弟兄姐妹成長 教會預備了這樣子的環境 可是我們的弟兄姐妹呢 我們的弟兄姐妹呢 我們是否有一個願意的心 我們有一個願意的心智 所以今天教會的服飾都會越需要 我們希望每個弟兄姐妹 即使你是乾乾受洗 我們也有歡迎你出來服飾 可是有多少個弟兄姐妹說 感謝祖我今天受洗了 我就好像可以出來服飾了 不 我們許多的人都在等待 很多人都等到什麼時候 我要善禮的時候出來服飾 很有問題的一個教會 所以弟兄姐妹呢 當我們信主的那個時刻開始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願意服飾的心態 當你成為生的兒女的時候 你已經成為這個家裡的一份子 那麼我告訴你 你就一開始慢慢的來 參與這個家會的服飾 成為當中服飾的一個人 所以弟兄姐妹呢 不要再讓別人逼著你出來服飾 而是我自己願意主動出來 即使這個時候 你還沒有完全的長大成人 你還沒有完全的成熟 但是我相信 在這個服飾的過程當中 你會漸漸的長大 因為我們的經驗讓我們知道 今天服飾是一個可以幫助弟兄姐妹 能夠正常 而且非常的快速長大的一個途徑 是嗎 特別是服飾的人成長的比較快 所以生命是在服飾當中長大的 所以我盼望我們的弟兄姐妹 能夠參與服飾 所以告訴我們 在心智上 在心靈上 在服飾的態度上 這些都是造成我們很難成長的一個緣故 因為心靈上 我們並不認識 為什麼我們需要新耶穌 在心智上 我們沒有一個願意恐怖的心 第三個 在服飾態度上 沒有人願意出來服飾 我們總覺得 現在還不是服飾的時候 所以弟兄姐妹們 這是我們今天 成長的幾個原因 當我們今天不能夠成長 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後果呢 所以在西伯來書告訴我們 當我們不能成長的時候 我們就像一個什麼 小孩子一樣 而作為一個小孩子 他說我們吃什麼 不能吃甘甜的 是那必須吃奶的 是一個必須吃奶的一個 所以當我們今天不能長大的時候 教會裡面的每一個人 如果我們不長大 我們只能吃奶 好 所以你像這樣看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我們現在在座的每一個人 手上都拿著一個奶瓶 好 在那邊吸奶 可不可笑 很可笑是嗎 這所有人真的 哇 這個教會的人 全部拿著一個奶瓶的吸奶 弟兄姐妹 說明這是一個什麼 不健康的一個教會 所以 當我們所有人 好 還能夠自己拿著奶瓶吸奶 我覺得還不錯 昨天說過 最可怕的是什麼 你連拿著奶瓶吸奶 都不願意 還要我們的同工 好 逼著怎麼樣 逼著你再看著 不要把奶瓶塞到你的嘴巴裡面去 好 所以有一個 在 阿根土民部會的一個故事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展大成熟 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展大成熟 那他當初 剛到阿根廷的首都 剛到阿根廷的首都 一個教會裡面 墓跪的時候 那個教會裡面 有184個信徒 裡面有184個信徒 所以 哪年之後 184個信徒成為了600個人 看不開心 很開心 他非常滿意這個教會的成長 而且每一個目者 看到這樣子的成長 都非常的滿意 但是呢 滿意了 那個同時他覺得擔詞很重要 所以他就來禱告 他求神 反正是來幫助他 結果聖禮告訴他 他說你的教會不是長大了 你的教會是長盼的 你的教會曾經是200個沒有愛心受教的人 後來300個 後來400個 現在長到600個 他說都是同樣沒有愛心受教的人 所以你的教會不是長大了 你的教會是長盼的 所以你的教會根本不下一家教會 他說你的教會是一個孤兒院 而你就是那個孤兒院的院長 你每一個主日都要拿著奶瓶 一個一個的給這些孤兒來餵奶 學弟兄姐妹們 當我看到這個故事想到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想到我們教會的情況 我們教會是不是也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們教會今天從三十幾個人 十年前三十幾個人變成現在 我們教會是長大的還是長盼 因為這個教會長大的人不多 長盼那個同樣的人是很多的是嗎 所以這個教會是長盼的 一個長盼的一孩並不是一個長大的少年人 是一個長盼的一孩 弟兄姐妹們 所以法羅在這裡 所以在這裡 西法蘭書的作者說 他說我們看你們學習的功夫 本甘做師父 隨之還有人家神聖允小學的開端 另教導你們 並且承認他必須吃奶 不能吃甘粮的人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問題就在這裡 不能吃甘粮 一直只能在這邊吃奶 所以同樣都是一群吃奶的人 我們不是長大的 我們是長盼的 一個非常背叛的一個一孩 這個才會是一個非常背叛的一個一孩 所以我們 他和我們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今天能看到自己的一個情況 那麼第二個後果是什麼 當這個一孩不長大的說 但是他不能吃甘粮 而不能吃甘粮的人是什麼樣子的呢 虎莎十三姐說了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練人意的道理 因為他是一孩 所以一個一孩 一個吃奶的人 他不能夠熟練人意的道理 什麼叫做人意的道理 就是神的真理 他不能夠明白 他不明白真理 所以一個不明白真理的人 他就常常會容易什麼 搖擺 他容易搖擺 所以就像一個小孩子 那一個小孩子 你就發現他常常容易被人吸引 有的人被拿一個彈 他就被吸引走了 可是他們兩個彈 好 一個彈吸引不走 兩個彈就吸引走了 所以我曾經問過我的侄子 那當時他大概四五 三歲還是四歲 我給忘了 所以那天我問他 我說幾集啊 我說如果你明天出去 有人給你一顆彈 你給我看他走 他說我不要 我說給你兩顆彈 他說我不要 我說那他給你一太彈 他說好 所以這是小孩子的特質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明白 他不熟練 他不明白道理 所以今天基督徒也是這樣 當他們不明白真理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被一些什麼 那些事實而非的道理 事實而非的道理 我們被吸引中過走了 哎呀好像這個 教律講的東西也不錯 那個異端講的東西也不錯 好像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是不是都可以去 所以聖經裡面說 他說我們被 他說小孩子很容易什麼 中的人的詭計和欺騙的法術 被一切異教師分咬 就飄來飄去 隨從各樣的異端 所以小孩子是很容易 中人的詭計的 當我們今天不熟練 不明白上帝的真理的時候 我們就很留意 像小孩子一樣 一顆塔可能騙不走 兩顆塔可能騙不走 可是一顆塔可能 就把你給騙走了 所以在這個教會裡面 所有的人 大部分的人 不明白真理的情況下 這個教會 就常常有很多的什麼 傷害 有很多的迷失 因為很多人被帶走了之後 這些人就迷失了 而同樣的 當我們不熟練 上帝的真理的時候 我們就不明白上帝的質疑 所以這個教會當中 可能就有很多的紛爭 可能就有很多的韧斷 可能就有很多的韧斷 有很多的批評 有各式各樣的事情 發生在這個教會當中 因為我們不長大成熟 所以這個教會裡面 就有很多的什麼 傷害產生 而且有很多時候 這些被殺害的人 也不明白真理的緣故 我們就沒有承受的那個心態 去饒塑這些 傷害我們的人 所以這個教會就是 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弟兄姐妹們 這是第二個後果 那麼第三個後果 所以其實第二個比較貼近 第三個後果就是 不能夠分辨好歹 所以他說 唯獨長大成能 才能吃乾淨 他們的心巧 習慣的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 所以意思告訴我們 一個長大成能的人 他要通過很多的訓練 他用很多的經驗之後 他能夠分辨好歹 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什麼是美善的 什麼是惡的 好 所以同樣的 如果有兩個成年人 站在一個 又我有的小孩子面前 對不對 那他是分辨哪一個是好的 哪一個是壞人 他容易分辨嗎 他不容易去分辨 所以我們的弟兄姐妹們 我們有的人常常以為 看到傻大就是 朝著黑黑的 衣服長著醜醜的 那個就是傻大 對吧 我告訴你 聖經裡面說 傻大的是什麼 聖經裡面說 他全然美麗 毫無相似 所以今天你能夠去分辨 傻大跟天使嗎 如果今天有一個天使 跟傻大在你的面前 今天我怎麼去分辨 哪一個是真的 光明的天使 哪一個是傻大呢 而且聖經裡面說 傻大的茶飲還是什麼 他說傻大的茶飲 辦做光明的天使 所以我們常常被這些 辨識劇 被很多的東西誤導了 因為傻大就是 長得很恐怖的 長得穿著黑黑的衣服 是的 傻大也會辦做光明的天使 所以告訴我們什麼呢 今天這世界上很多的衣端 這些衣端也披著什麼 披著基督徒的行為 披著基督徒的話音 他們也說自己是基督徒 他們的行為甚至比我們更好 我們說我們是基督徒 政府的基督徒 可是這些異端的基督徒 行為比我們更好 比我們更有愛心 可是弟兄姐妹們 他們是傻大的才藝 傻大的才藝 也幫助光明的天使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不明白 上帝的真理 我們不懂得去分辨 哪一個是真理 哪一個不是 今天這些人都向你來傳 那麼我到底來跟從哪一個人 所以弟兄姐妹們 我們不懂得去分辨的時候 我們這個教會很危險 所以世界上的知識 我們需要靠這個世界的知識去分辨 而這一天信仰中的事情 我們必須靠著什麼 聖經對吧 聖經的知識 聖經的道理去分辨 所以如果一個基督徒的身體 沒有長大 那麼他就沒有根基 沒有根基的話 那他就沒有這個什麼 分辨的能力 就很容易上來受騙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所以如果這個教會 弟兄姐妹不成長 我們不能夠分辨好打 那麼今天隨便 任何一個異端進來 我們的弟兄姐妹 就被什麼 掳掠去了 就被掳掠去了 所以張凱欣博士說 他說異端是很好 沒有錯 很有愛心 但是異端他就是什麼 就是異端 所以聖經裡面說 這些假教師 假先知 傳另外一個福音的人 他們將來的結局是什麼 燒的六環的火鍋 他們將來的結局 跟魔鬼撒旦的結局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這些人 如果不能分辨好打 不能夠明白真理的人 我們各取他去了 我們將來的結局 也在那個什麼 燒的六環的火鍋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 何等危險的事情 弟兄姐妹們 我們不長大成熟 在面臨這許多的危險 那麼最後一個 沒有成長 就沒有生命 所以很多人 為什麼信主十年二十年 他那來沒有成長 那沒有成長 在我看看 他就是沒有生命的 因為我相信 一個真的信主的人 他絕對會成長 就像一個小孩子 一個嬰孩 他絕對會慢慢慢慢的長大 如果這個嬰孩 不長大 那這個嬰孩 絕對有一些疾病了 所以 一個嬰孩 絕對會長大 而今天我們這些基督徒 如果不長大 那說明我們沒有生命 所以我說 另一戰後 當你把石頭 埋在土裡面 它會不會發芽 它不發芽 但是你把一個 有生命的種子 種到土裡面 它會不會發芽 會 好 突發狀況是 這個種子 被什麼東西給夭走了 對嗎 好的 正常情況是 這個種子被埋在地裡 那時候 沒有被東西夭走的時候 他覺得為什麼 會發芽 會長大 所以如果一個基督徒 他信徒好幾年了 那哪沒有發芽 那哪沒有長大的話 那這個人 根本就沒有信 他根本就是一個什麼 沒有生命的一個人 他不是一個真的基督徒 所以弟兄姐妹們 耶穌基督說 他說選上的人 他說被招的人 都選上的人不少 為什麼耶穌基督要這麼說 因為在聖經裡面 耶穌說 反正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進天國 好 唯獨遵行我父親義的人 才能進去 當大日 必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啊主啊 我會不會是奮你的名傳道嗎 我會不會是奮你的名嘎鬼嗎 我會不會是奮你的名 行許多異能嗎 好耶穌說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 我說 我出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你還會去嗎 所以今天不是所有 口稱耶穌為主的人 真的都要進天國 為什麼 因為耶穌基督看到這個人 有沒有生命 你有很多的恩賜 如果你沒有生命 你沒有一個基督徒的行為出來的話 那麼 你並不是耶穌的門徒 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 耶穌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 所以不要誤解一次的救 永遠得救 不是你口稱說 我信的時候 你就一次的救 永遠得救 信還要分真心跟假性 那麼今天我們怎麼去區分一個人 是否真心還是假性呢 看他有沒有生命的行為出來 所以弟兄姐妹們 非常重要 有生命的必定要成長 這是自然界的一個規律 所以基督徒有生命 他也一定會成長 因為善良的活動 絕對可以讓這個人成長的 關鍵是這個人 有沒有生命在裡面 弟兄姐妹們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我們不能夠成長 就是這些危機成長 那麼今天我們要怎樣去尋求突破 所以我剛才講過 第一個 我們剛才講過 今天很多人不能夠成長 因為他在心靈上 他並沒有什麼 真的明白這個信仰 到底為什麼我需要信耶穌 對嗎 所以盼望我們今天 首先在心靈上 我們要轉向我們的神 所以如果今天在心靈上 我們不轉向我們的神 如果今天你在心靈上 沒有辦法承認你自己 是一個有罪的人 你是一個罪該萬事的人的話 那麼我告訴你 你不能信耶穌 所以我也盼望我們在座的 新生命主人 如果今天你不承認 你是一個罪人的話 你不需要做絕制禱告 我也請你下週不要來受洗 等待每天 你一定會承認你自己 是一個罪人的 你真的明白耶穌是替你死 為你耐死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歡迎你受洗 如果今天你只是 因為要了受洗者來受洗的話 你只是這個教會長大 你並不能夠使這個教會長大 所以你今天成為了這個教會 很大的一個包袱 所以我們並不是要拒絕你 我們是盼望你能夠繼續 在我們的當中 等待有一天你真理白真理了 你就繼續 你就來受洗 所以弟兄姐妹們 我也盼望每個已經受洗的人 你真的信耶穌的人 可是你那還覺得自己沒有罪的人 你今天想清楚了 好好思考 你到底有沒有罪 所以我很感恩 當我受洗的那個時刻 我真不明白我自己 到底哪裡有罪 很感恩的是 當我受洗之後 當我自己 會在成長的時候 就是每次我自己 知道我自己裡面有罪的時候 我每次都如淚禱告 向神回召 我覺得當一個人承認自己有罪 來向神認罪的時候 你應該是有感覺的 真的是我們會流淚在神的面前 來懺悔 來向神悔改的 所以首先第一個 在心理上我們要轉向神 明白今天你問得需要信耶穌 所以耶穌說過了 我來並不是造藝人 我來是造罪人 看見的人不需要醫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醫生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有罪 有病的人 你今天才能夠信耶穌 那麼第二個 在心知上 我剛才說很多人都不想要 很多人不追求 那麼今天我們是否願意立地 心知在神的面前說 主啊我今天想要 我今天想要自己的生命承受 我今天想要自己被裝備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的難不願意的話 我告訴你 今天你即時坐在這裡一個半小時 你每一周都花這樣的時間 坐在這裡 你的時間也是往南的 也是白費的 你的時間是往南的是白費的 所以如果我們自己不要 要強問你也是什麼 無期於事的 所以我們今天需要自己真正的動起來 我們有一個心智 當你說我想要的時候 我們必須這邊的 善意幫助我們 因為運行在我們裡面的 然後什麼 運行在我們裡面的大人大靈 要來成全善意的美事 所以這是善意的一個美意 當我們自己裡面 有一個願意的心的時候 善意要來幫助我們 所以要有一個想要的心 那麼第三個 我們需要被操練 我們需要被操練 這個生命不成熟 那是因為很多的時候 我們沒有操練我們自己的生命 好 所以我們常常聽到要行道 很多人聽到要行道 所以就像剛剛這裡 無詹實詩節說的 唯有長大成人的 才能吃乾淨 他們的心跳 吸烈的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 說到這個 我就想到 山路維大 我們九一山那邊 有一個 就是外面我們圍牆 有一個路板 有一個戰鬥分門大 被吹人掉下來了 被吹人掉下來了 然後 大概是我們總共看到了 把這個路板截起來 扔進去了 含蟹准非常好 但是我當時就想到一個問題 我說為什麼 這個路板被吹人掉下來了 看到的蜂蜂 不把他給叮上去呢 然後 要等到長老 第二天早上 長老趕緊趕過去叮 叮的時候 就吃了 借給了 所以我當時就心裡面 我暫時一直在想 哎呀那個看到的蜂蜂 為什麼不把他給叮起來 為什麼連這樣子的事情 都要找長老去做 所以我不是要針對那個蜂蜂 我只是突然沒想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想到 為什麼很多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不能去做 我不能夠去解決 為什麼我一定要等到 長老來解決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很多人下野心 等到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都是趕緊的 長老回來 長老回來 所以我們就忘記了 今天我們需要被操練 所以唯獨展大球的人 才能吃乾淨 他們的心跳 吸煉的通達 就能分裂好大 我們這些同工太缺乏操練了 我們許多的弟兄姐妹 總是想到說事情發生的時候 有一個人能夠在這邊頂著 但是我們自己呢 我們自己是否需要被操練起來 所以感謝主 我們這些同工其實這幾年以來 還是蠻被操練的 但是我覺得還不夠 好等到有一天我們的這些知識呢 我們的同工們能夠起來 多大一面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是被操練起來了 好大家也保護我自己在內 所以弟兄妹妹們 做了辛苦 好我們需要被操練 我們禱告 是不是需要被操練 需要 因為看到有的人 信徒三年四年了 那哪不能夠開口禱告 不能夠禱告 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被操練 所以我說我剛接受一個團結之前 我就發現這個團結 已經團結一年多兩年了 可是主員不能夠禱告 為什麼 因為主員缺乏斷練 所以當我接受之後 我就會讓他們 每個人都開口禱告 我們很多團結都這麼做 所以你就發現這些主員 你們開始慢慢的什麼樣 不需要再看那個寶告詞 不需要一先再寫下來 才能禱告 必殺人他就能夠禱告了 所以弟兄妹妹們 連禱告都需要操練 今天讀經要不要操練 所以我們今天讀經操練 不是說我今天會讀聖經 今天就叫做讀經 今天讀經需要操練到一個什麼 我今天看到這段經文 我知道他在對我講什麼 我看到這段經文 我知道這段經文的內容是什麼 弟兄姐妹們 這個是讀經的操練 所以不是你會讀字 就叫做讀經 我們今天所做的很多人 就是讀經 跑走馬黃黃的讀過去 可是卻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所以今天服飾 需不需要操練 需要操練 所以今天我們很多的服飾 都要被操練好幾個月之後 才能夠正式上趟 很多的工作 你都需要被操練之後 才能上趟 所以同樣 今天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許多的畫面都需要什麼 被操練 因為只有操練才會成熟 所以一個基督徒 如果信主十年了 連開口禱告都不敢的話 很有問題 所以開口禱告都不敢 怎麼闖冰 怎麼為主做見證 這些都是因為我們平常 沒有操練的緣故 所以你就看到 一個不敢跟我禱告的基督徒 別人會看到 你是一個成熟的基督徒嗎 不會 對不對 連開口禱告都不能 所以成熟需要什麼 付出一些代價 需要付出一些代價 就是我們要不斷的什麼 操練我們自己 那我要說的最後一個 當我們這個生命 需要那個操練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也需要什麼 需要有教通 所以今天這個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長 如果沒有教徒的話 我告訴你 我們很容易跌倒 我們很容易 可能以後就不再 在這個教會當中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開始可能很火熱 可是每一個火熱的人 就發現有沒有第一步的時候 有 所以在第一步當中的時候 這個人沒有跟其他人有生命的交流 跟上帝其實沒有生命的交流 他就容易什麼 就容易消失掉 所以他就容易可能從此以後 就不再火熱了 所以今天團慶非常的重要 因為在團慶當中 這些人聚在一起 這十幾個人 可能彼此認識 所以當你遇到任何的問題 可能你的主人能夠感受到 你今天的懶惰 他可以為你代表 他可以跟你一同怎麼樣 來扶持你 來幫助你 所以同樣的等到他懶惰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扶持他 去幫助他 所以今天生命的交流非常的重要 生命定位交通而活潑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跟上帝之間沒有交流 我們生命也不活潑 主要說就像那個陽光一樣 我們像他植物 如果今天這個植物沒有陽光的這個關照的話 很難成長對不對 所以需要有這個生命的交通 因為生命定位交通 活潑起來 好不會太死氣沉沉的 所以弟兄這邊呢 我們需要有交通 那所以我今天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想說的是 在我自己看來 我覺得這一路過來 我自己在成長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我的成長很緩慢 好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 什麼原因 是我自己成長的這麼緩慢 就像我剛才一開始說的 我很迫切 我很迫切的想要很快的長大成熟 可是我卻成長了這麼緩慢 所以我覺得是因為什麼 因為沒有可大的緣故 好所以我說我長大這麼大 我從來沒有經歷過什麼大混大浪 沒有經歷過很大的苦難 但是我今天非常相信 我今天非常相信 苦難 能夠能夠使我們快速的長大 今天在歷經當中的學習和考驗 是任何神學院 任何聖經的教導 任何陪您回都不能幫助的 所以這個苦難的試煉 臨到我們的時候 是所有的訓練都不能夠取代的 所以當我們能夠在這些苦難當中 弟兄姊妹們 我相信 這是我們能夠學習成長的 什麼非常快的一個方式 當時上帝恩賴我們 上帝並沒有 將所有的苦難都立即的清倒在我們 眾人的身上 所以我也看到在我自己信主的 這麼多年時間裡面 上帝特別恩賴我 我其實我自己一信主的那一年 我常常出苦難了 為什麼 因為那一年的時候 我特別羨慕那些生命很美的人 我說這些人 怎麼可以這麼美麗 不是因為他長得很美 不是我覺得他的生命很美 所以那一年我就常常會神求 我說上帝啊 我說你將苦難加給我 我為什麼要變成這麼美麗的生命 但是我求了這麼多年 上帝恩賴還沒有將這個苦難加給我 我心裡面感恩 但是今年我真的是很拓戒 如果今天苦難能夠使我承載 那麼上帝我準備好 我願意你自己的生命 我願意你成為一個 真的是能夠一個承擔責任 能夠承擔更多 這個家裡面的事情的一個傳導人 我不希望一個 只是一層在朋友們的保護單中的一個傳導人 所以這是我今天所看到的 我今天所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更難化完善定 苦難的火爐能夠領到我 所以我必須可以你們 好好地成長 如果今天我們若不成長 這個將會非常的危險 這將是這個教會所要面臨到的一個危機 我們來禱告 我們來禱告 祝我們不能夠成為了吃乾淨的 只能吃奶 祝你也說 凡只能吃奶 有個熟練能力的道理 祝啊 真的是求你來幫助我們這個人 祝我們這個教會 祝我們有一個很深的心願在我們的裡面 祝我們希望這個教會成為這個世界的燈塔 祝我們希望我們的教會 成為對這個社區有幫助的一個教會 但是恩主我們看到 今天西洛亞進行會裡面的弟兄姐妹 我們信主容易 但是成長難 祝因為我們許多的人在心靈上 在我們的意志上 甚至是在我們的服侍態度上 祝我們都不正確 祝我們許多的人只看我們自己的事情 只關心我們自己的事情 我們太多的人以自我為中心 祝啊這致使我們今天很難去成長 恩主還是恳求你來幫助這個教會 祝真的是讓我們這些人 能夠迴轉迴向你 祝讓我們這些人能夠看到 我們的生命是何能的破敗不堪 祝看到我們裡面的生命是 多麼的從容 但恩主我們能來感恩 因為你能來愛我們價值的人 你能來不斷的將機會留給我們價值的人 所以祝我們恳求你自己幫助我們 讓我們這些人願意成為一個 慢慢長大成熟的一個基督徒 祝啊不要讓我們 真的是不是甘心樂意坐在板凳上 祝啊只是一直需要被別人餵養的一個人 祝求你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心智 讓我們將來成為一個能夠牧養別人的人 讓我們將來成為別人的扶助者的一個人 祝孩子謝謝你 真的是我們再次將西歐亞金星會 從長老祝啊 把我們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們都交在你的手中 祝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有批凡軟弱的時候 但祝我們相信 你自己的能力在我們這滑氣裡面 祝啊就是在我們軟弱的時候才要寫得甘牆 才要寫出這莫大的能力 要從我們這樣子一個殘缺 想自的人身上來寫出你自己的大能 祝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求你自己來幫助 祝你也真的是保守我們西歐亞金星會 一切抓我們所運行的事工 真的是讓我們這所有的事工 能夠成為弟兄姐妹 主要生命得到造出的一個渠道 祝我們感恩 如今兩萬報告